所以我再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讲 第一个 如果你要变更 各位可以看到原来的颜色 有没有是黑色的 当我点选的时候呢 也是黑色的 出来的都是黑色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变成红色的 第一个 第二个我按下去之后 这个变蓝色的话 怎么做 第一个 特别注意哦 我需要把范本 把它移到我的这个layout底下 那怎么移 特别说从哪边 从这个layout 这个路径 有没有 把这两个 特别注意哦 是 同样都是simple开头 然后spinner开头 那 show down的话就是下 就是点击之后那一个叫做down 那原来的预设那个就是spinner 所以把这两个怎么样 把它拖拉到layout里面去 复制过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的范本 前面就不用加android开头了 就直接从我内部 R点layout就可以了 第一个取得范本 第二个的话做什么事呢 就是修改颜色 打开它 对不对 打开这个 这个是桌当 我要把它变成蓝色 那怎么改呢 特别说打开之后 有没有 这边不是testview testview 对不对 你就直接找到这个testcolor 这个testcolor部分的话 这个属性嘛 把它改成蓝色的 进 蓝色的话是00000 FF嘛 对不对 应该应该没有问题 蓝色的 这个时候已经变蓝色的 那把这个预设的这个打开来 再点testview一下 把它的testcolor改成红色的 好 所以你找一下testcolor这个标 这个属性 好 这属性拉一下 testcolor 对不对 然后给什么 紧 FF 00000 enter一下 确定 它是红色的 有没有 就是外部分本拉进来 然后改颜色 改完颜色之后的话呢 做save save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关掉 那程式部分要撰写哪些部分呢 第三个就是程式部分的话 我就是在这边 把原来的entries 不要用 不要用那个预设 这个属性的方式 我用create the front resource 后面的部分的话呢 本来第三个v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这个 r.layout 点下去之后的话